真是太不容易了 那么晚还能叫到车 司机师傅 你干活挺拼命的啊 那你得感谢后面周围 从周上的车到苏海 厉害吧 小伙子 你厉害的 佩服佩服 你们肯定都饿了吧 你吃不吃 开车 小伙子 吃不吃啊 我不饿 谢谢 小伙子 你那么远 那么赶 是不是因为爱情啊 你不说就肯定是的了 怎么了 两口子闹别扭了 打架了 你这岁数 应该有孩子了吧 为了孩子 你也得忍呢 小伙子 你到车周来干什么 出差 出差 我也是来出差的 我这次是到 泽州来签一个 饲料盒头 我在老家 开了个养鸡场 生意不要太好 我在我们老家 怎么样 也算是一个 小小的企业家 当时啊 我老公追我的时候 穷 他怕我看不上他 然后呢 又没钱给我买礼物 就悄悄地去学习 织毛衣 你看 这件 就是他给我织的 好看吗 小伙子 好看吗 我知道 你们有钱人是看不上的 但是 我觉得好看呀 我穿了好多年了 都舍不得扔 我还是觉得我老公给我吃的 这件毛衣 暖和 真暖和 小伙子啊 两口子过日子呢 就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能够多见面 就多见 你干嘛突然 对人家这么好 不过我们老百姓呢 就是你对我好 我也会对你好 你要是想吃 你都到我家来随便吃 不过你 杨菲 你 要是想吃 我 担心你就像梦一样 消失了 突然间世界空了 我最惧怕 你要不要来一遍 我最惧怕 所以就紧紧的围绕你呀 就再次更新 微量落下不前 从未改变 诚信许愿 就是希望你围绕我身边 直到太阳升起 生命会到阴点 从未改变 我的心愿 请求你来点亮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小伙子 我到了 我就先走了啊 大姐 您这件毛衣 好看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祝你 早日找到你的爱情啊 拜拜 拜拜 大哥 醒醒醒 大哥 你到了 你到了 到了是吗 这是哪儿啊 苏海呀 什么 不过我这车啊 进不了市区 车牌不对 那个只能把你身旁下来 你下车吧 他就在后面等你 直接把你送到家 绝对的一条龙虎 这生意没这么做 这不没办法吗 这车进不了市区 下车吧 下车吧 好了 哎 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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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 哥们儿 你是他弟弟 嗯 地址你知道 我知道 他负责进郊取的行程 我负责进市区的行程 找我还是不找 咋这么磨叽呢 车呢 那么大车看不见啊 慢点啊 好 小心小心 嗯 没事 那是哪儿 我就先回去了 改天我们再一起去看顾爷爷 行 我下次一定给你做一桌的大餐 让你好好尝尝 好 我等着你 那我走了 追安心 嗯 好 顾上门 那个 程什么 程自信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 他为什么会送你回家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陆总吗 这是怎么了 没时间吹头外啊 那我昨天晚上出了点状况 你别管我打岔 我问你为什么程自信会送你回家 跟你没关系 你的腿 我说了跟你没关系 您不是都说了两亲了吗 你干嘛要站在这儿 假讯心地关心我呀 嗯 我们能不能进屋说话 不要 陆总 是您说的再也不来这儿吃饭了 也是 你这个人打脸打上眼 以前说不吃我做的饭 又跑到大排档里去吃 吃了又告诉我要两亲 要回去工作 你现在又出现在这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站在这儿 我就听说你从楼上摔下去 我想过来看看你 对 是我不该从楼上摔下去的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摔下去了 我摔死 我也不让你知道的 它是真正的爱 可是我知道 你干什么呀 你疯了你 我去跑 对不起 我去跑